莎拉搬到了新的公寓,环境优美,一切都恰到好处 唯一的遗憾就是不能饲养宠物 莎拉无法抛下陪伴多年的猫咪,只能悄悄把她运了过来 刚到公寓的第一天,邻居们办着晚会,气氛融洽 一晚却传来了持续的噪音声,让莎拉难以入睡 第二天清晨,莎拉还收到了一封咒骂她养猫的诅咒信 除了诅咒信,莎拉还发现了公寓的不寻常 这里经常办派对,大家好像有很多闲暇的时间 夜晚,噪音声响如期而至,莎拉起床查看 却意外发现,厨房的微波炉竟然运作着 她隐约有些不好的预感,鼓起勇气打开微波炉 里面放着的果真是她养的猫咪,已经被人杀死丢在了里面 莎拉还未来得及震惊,就被一个黑影击中绑在了椅子上 而绑住她的人,竟然是曾经有爱和谐的邻居汤姆 汤姆拿着注射剂想对她注射药物 意识到不对的莎拉疯狂挣扎着 在扭打中,她挣脱了束缚逃了出去,却被邻居们合伙勤住 汤姆电瘾了她,在醒来时,她已经被关在了一间密室 密室中,汤姆向莎拉介绍着这座公寓 公寓里的人们互相帮助,对彼此坦诚 不用去工作就可以获得食物和水 大家共同生活在一个理想国中 前提是要放弃所有的人生自由 全听公寓老人卡特的指挥 汤姆不顾莎拉的意愿,坚持要她成为公寓的一份子 她要求莎拉用手撑着墙做体能训练 要是反抗就会被暴打 莎拉只能承受着这份屈辱 还经常体力不支 为了让她能够坚持 汤姆竟然用钉子把她的手掌钉死在了墙上 墙上的鲜血伴随着日子的过去逐渐变得暗沉起来 莎拉就这样忍受了半个多月的折磨 她的意志也在一天天的土崩瓦解着 不仅如此,公寓的人除了对她的身体进行改造 还试图统化她的思想 他们每天给莎拉洗脑 潜移默化地逐渐将她变成了认同公寓的一份子 既然无法反抗 她开始学会尝试着在公寓里生活 这里也确实如同汤姆说的一般友爱 没了工作的压力 大家在公寓里有很多闲暇的时光 公寓的人为莎拉举办了正式的欢迎仪式 每个人都很开心莎拉成为公寓的一份子 不仅如此 卡特还如同分配般让莎拉嫁给了丧偶的瞎子阿德 阿德在一次意外中失去了一只眼睛 妻子也因病去世 邻居们都很赞同卡特的分配 夜晚,莎拉住到了阿德家 就这样,莎拉从一开始地住进新公寓 莫名其妙地变成了阿德的妻子 没过多久后 莎拉的父亲因为太久没有联系到莎拉找了过来 两人正说着话 汤姆在父亲背后拿凶器对着她 为了父亲的安全 莎拉假意生气 并声称要断绝妇女关系 才让父亲暂时逃离了危险 日子就这样在莎拉的沦陷中一天天度过着 直到莎拉曾经的好友玛丽 也被公寓选中搬了进来 玛丽一直坚定 无论遭遇怎样的折磨和洗脑 都不可认同这里 卡特知道莎拉和玛丽的关系 便让莎拉去劝说她 昔日好友再次会面 一个站着 心却已经跪在了这片公寓里 一个躺着 心却仍旧向往着外面的世界 莎拉在玛丽的劝说和痛骂中醒悟过来 意识到自己不能再继续 被公寓可笑的规则腐蚀下去 她和玛丽一起挣扎着逃跑 卡特被她杀死 玛丽却因为保护她丢了性命 逃走的莎拉 企图唤醒麻木的邻居们 可邻居们却都是自愿放弃自由 选择加入的 他们要惩罚莎拉 莎拉往公寓外逃去 轻轻一发之际 还是莎拉那位可笑的盲人老公 阿德拦住了邻居们 让她有了逃出生天的机会 夺命公寓就这样被莎拉甩在了身后 自由和安逸总是矛盾存在着的 一时的安逸终究抵不过 人性最渴望的自由